起wy 写 Honfrei 好潮 戴蒙姐 这个很适合 这个潮帽 你好 穿这么漂亮 不是纳凉吗 拿这个 每个人都要选一个 夏天纳凉的东西 现在就开始睡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青春游女二训练生陆柯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青春游女二训练生金子涵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青春游女二训练生许子依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青春游女二的训练生Kiki许佳琪 今天的阳光太帅了 晚上了 就是晚上了 月光太帅 这黑天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青春游女二的训练生 SH4T 736的淡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青春游女二训练生赵小棠 来自太阳川河 太阳川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青春游女二训练生安琪 我跟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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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青春游女二训练生戴云妮 我今天的睡衣呢 是蓝白条纹相间的 然后上面还有很多小图案很可爱 然后穿上去之后还蛮舒服的 很丝滑 很舒服 很时尚 我今天穿的是这种粉色的睡衣 就是很简单 然后很大方 简约风格 然后很舒服 我今天穿的是粉色的格子棉麻睡衣 很透气 很舒适 很适合夏天 我身上的这个衬衫裙 简单大方 然后上面还有小爱心 今天呢我的睡衣是柔软时尚有印花 这个印花呢也是非常符合那种夏天的气息 非常透气 我今天这一身穿着就是叫气质上拿捏的死子的 为什么呢 就是你看这是薄荷绿 配上这种条纹来 主要就是舒适 这才叫真正的纳凉 还需要这个 还需要普山 普山和草帽 这是技工的全套 鞋耳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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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现在要问阿姬一个问题 我们都是纳凉 为什么你穿得如此的高贵 我怎么不纳凉了 这个多丝环 好了 就是说我这一套呢 就是它的这种丝绸的质地 与我的肌肤融为一体 晚上睡觉就是特别的凉快 然后就是纳凉 然后那个我这身就是 贴身舒适 精神 精神小伙 精神活泼 精神活泼 好吧 今天特意选了一身可爱的 来参与大家这个聚会 对 然后披风披一下 那刚刚呢 大家在入场的时候 都在这个地上 挑了很多跟夏天有关的东西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自己都拿了些什么吧 我拿了一个就是这个扇子 就这样随手扇一扇很舒服 很舒服 就是我爷爷奶奶也会用那种扇子 对 就插一杯茶 然后我选的是那个花露水 为什么选花露水呢 为什么选花露水呢 因为有蚊子 对 而且你看看我腿 来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不喷花露水的后果 看我手上 对 新鲜的蚊子块 所以必备的就是花露水 只要夏天一到 我们就能闻到花露水的味道 真可错 我选择了这个草帽和这个扇子 对 就是因为北京大爷都这么大量 我是这么看过来的 然后所以这一顺点疲惫的 躺椅上一靠 再整壶茶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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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特别想给你俩绑一个围棋 就是那种大爷 一边山谱上一边下棋 我们都是看下棋的那种吃瓜路人 吃瓜路人在此 本吃瓜路人选了这个西瓜 然后夏天的时候一个冰西瓜 再配上冰的花果青乳 简直是太爽了 夏天做点吃西瓜 我选了这个空调防必备的空调毯 它可以做枕头 还可以 体在这上 特别喜欢夏天空调开得最冷 最冷 然后盖上被子 好舒服 这个 你这个是什么 我这个呢 致敏兰西的一个灶 这是硫磺灶 它可以就是 去豆 对 去豆除满 还送了一个小包包 蓝色的 好适合你今天 你穿的蓝色 今天是Blue Kiki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那我们为什么选蚊子呢 就是说我们选他 多爱他 让他少要摇摇我们 行吗 求求蚊子 行吗 求求蚊子 在夏天选的最讨厌的东西 就是蚊子 那你有什么就是夏天的美好回忆 所以说开心的是吗 西瓜和还猪哥哥 还猪哥哥 对 猪七的 有猪哥姑娘 他有一些人情 他还有一些嚣张 夏天的话 就会跟之前初中的发小 闺蜜 然后就是去吃大排档 就是晚上 就周边搭几个小凳子 小板子 然后吃完之后 就夏天 睡睡风很舒服 子涵呢 小军陷入回忆 我经常说我夏天的时候 我没有夏天 夏眠 最怀念就是在海滩 然后就是吹着海风 然后坐在那里 就是挺美好的 就是很想要再回到那个时刻 你之前是一直在海边吗 还是 就是我们家都离那边很近 就是海滩 我们家住的离海边也特别近 日落的时候有风 晚上很舒服 然后 我比较怀念的是 小时候夏天跟爸爸去游泳池 去那种游泳馆游泳 对不对 吹完头发很清爽的 然后跟爸爸去小区门口的烧烤摊 吃烧烤 就这一瞬间真的太治愈了 太幸福了感觉 我的小时候就是会在草坪上面 铺个凉席 铺个草席 然后妈妈带我过去 然后我们就这样看星星 然后但是时不时会有虫子 什么蚂蚱然后就跳到你身上 但小时候喜欢捉蚂蚱 对吧 那倒是小时候是这样 就是一跳一跳 我对于夏天的回忆 就是小时候我跟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我有一个就是许阿琪之前 就是我们当时去拍一个MV 要在海滩上面 然后刚刚小金说她在沙滩上她很快乐 许阿琪就是说一点都不快乐 我就印象中很深的是许阿琪全身晒得乌黑 也不是说乌黑吧 就是刚晒完那个皮肤就会变得很黑 因为黑红黑红的 然后雪阿琪在那里哭 我再也不要了 对不对 你说你是导演 要拍了 开拍了 来了 就是马上又上去工作 但是其实内心是那样非常崩溃 就是我们在沙滩上真的是太帅了 我给你们分享一个降温小妙招 你们已经想不到 你知道夏天的时候 其实喝冰水是会反而让身体更热 是喝热水才会降温 我信你的鬼 那我这样我给你讲 我还是会选择就是说喝冰水 这个事说起来有点假 但是确实是我妈跟我说的 你知道为啥吗 你妈骗你说要多喝热水 你妈骗我的吗 就喝冰水对女孩不好 是不是冬天就是得喝冰的水 不是不是 反正冲下去都得喝热水 那我们大家都介绍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开始玩我们的夏日 那聊游戏吧 来吧 玩啥 狼人啥 大家都不会玩的 狼人啥 低端局 我们这是个低端局 我来当你们的那个法官 然后我们现在这里是两张村民牌 两张狼人牌 和三张神明牌 来吧 各位抽取吧 然后不要让别人看到 抽取平民的人 大家管理好就不要太失望 平民有平民的作用 天天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对视 狼人现在请统一击杀目标 不要发出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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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的 我真看不出来什么 我真看不出来什么 是他吗 是他是吧 好 狼人请闭眼 寓言家请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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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法官首饰 寓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睁眼 女巫睁眼 女巫可以睁眼 大家别人看不到你 只有我都看到 女巫 请看本轮死的人是 这个人 请问女巫你救吗 救吗 毒吗 好的 女巫请闭眼 然后 恋人请睁眼 恋人请看法官首饰 你的开枪状态是 我再给她补充一点 如果说女巫 毒死任何一个人 她都无法使用自己的权利了 好吧 这瓶药很厉害 天亮了 请睁眼 这个药是毒压别人的药 昨天晚上谁死了 你这么激动干嘛 就是你 我死了 你真是她死了 我逗你的 这把拼暗夜 没有 没人死了 自豪先发言 薛佳琪先发言 我先说明我不是什么 狼人之类的 你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换了发型 就我刚闭眼的时候 我突然想象了一下 我这个衣服 好像配这个更可爱一点 然后就全程就这样子 然后全程就 我感觉我身边的人 也都是好的气息 所以 就是 就我这个人气氛感染者 我感觉大家既然是平安夜 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 发生的样子 就昨天晚上 挺热的 然后被蚊子咬了 然后被蚊子咬的时候 隐约地觉得 我的左边有点响动 我不是我了 你就是狼 你就是狼 你这匹狼 你这匹狼 就是我告诉大家 我是个平民 我真的是个平民 因为我总觉得是 刀了人之后 然后又被救了 我觉得她和她是狼人 许子盈是女巫 安夜是猎人 好会玩啊 一下收了好多信息 猎人是战蛤 好多信息 好多信息 首先这个人 发言就说 你凭什么认定我是狼 然后齐二 马上说 我自己是平民 把自己跳出了狼 跳出了神志 那我还可以说 我是宇宙超级无敌大神呢 我是宇宙超级无敌大神呢 对不对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你可以 对吧 你管我哪个神 好几个神 我还可以病呢 你说呀 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引诱大家往我这儿 虽然这是一个小白局 我也是一个小白 但你这个说话非常有漏洞 我看你有可能是个狼吧 就是在那种 就是弄不了的时候 就要兜别人 这个人 注意一下预言家 明天明晚宴一下他 太吓人了这个人 来 下一位发言吧 我是恋人是干啥的 没有人能对话 我就说不能对话 就是说是平安夜的话 爱和平安 对吧 先去下一局 赶紧开始 我直接跳身份 我是预言家 我昨天晚上 验了安琪 安琪是个好人 然后我这一局会验戴蒙 或者许佳琪 这两人太奇怪了 我跟你说 我跟他们玩了很多四种游戏 就是很奇怪这两个人 我下一局先验戴蒙 如果我被票死的话 那说明就是这个 反正我把身份跳出来 对吧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柯然是狼人 啪啪打脸 因为我刚刚就是有感觉到旁边有那种动静 他面部就是有点小得意的那种 小得意 小得意 然后我感觉Kiki应该是 啥都不是 啥都不是 对 应该是平民 应该是村民 这么看来我还是比较会玩的 我没玩过 我一直都不太会玩 我感觉这里面会玩的戴蒙和陆克然 算是发言我听起来比较会玩的 预言家现在出来跳预言家只有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真的是预言家 那我们可以信他 他给安琪发了一个金水 就是一个好人身份 就是好人身份 好人卡 对 如果陆克然这个预言家是假的话 我希望真的预言家赶紧跳出来 证明你的身份 那么他发给安琪的这张好人卡 就是我们可以一次性打两个 然后我是一个不是什么的身份 然后咱们先投票开始 好吧紧张的环节到了 就是平安夜得投票 那必须的 平安夜只是说没有人死 但不代表没有人杀人 你懂吗 我们就这样吧 就是一个一个投 投陆克然的请举手 好三票 金子涵的举手 好 投许子叶的举手 投PG的举手 三票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比赛吧 从那个陆克然开始发言吧 我真的是预言家 就是我上一轮确实第一次验了安琪 然后呢 现在金子涵的发言就是很奇怪 你知道吧 小金 你这个和戴萌还有许佳琪他们三个人 如果我这一局没有被票死 我下一个就验他们三个人 反正我不是坏人就是好人 我骗人不是这样的 我也骗人 打雷了 打雷了 打雷了怎么样 反正就坏人就坐在我们这一堆 但是我刚才确实 干嘛我不心虚 我只知道我 我不是坏人 我也不是什么老人 就是你身上有人睁过眼睛 我是个人 我觉得是睁过眼睛 你是沈辈 你不是老人 对 我也不是平民 打雷了 你勇敢了 欠人 打雷了 这个雷就是踢在路上 但是我真的是不心虚啊 我这个人 除了Kiki和陆克然之外的 其他人一起投票 投给你觉得是狼人的那个人 好吧 3 可以投别人吗 不可以 只能投他两个 3 2 1 3 2 1 游戏继续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杀人 统一目标 狼人请闭眼 冤家请睁眼 冤家请验人 冤家请看法官手势 冤家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 因为你刚才已经用过药了 所以我就提示了啊 所以你还有一瓶毒药 你毒不毒 女巫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猎人 猎人 你的开枪模式是 猎人请闭眼 好 天亮了 本轮死者 Kiki 我 嗯 你有你的技能让她做吗 我想跟所有的人就是对视一下 只有地端局能做出来的事 你把戴宝带走了是吗 戴宝走开 什么 什么白痴烈 好了 带走戴宝 从金子涵开始发言 就我感觉我旁边的声音吧 就是每次狼人的时候就故意发出个声音 她已经 她都死了 退出游戏了 她很惨了 你还在说她 我见过最惨的人了 我气死了 但是狼人是 小唐 她跟我对视嘛 对 就是感觉像怀疑我一样的感觉 好 下一个 我是个毕业玩家 我是个普通的身份 所以我 这个局势有点太不明白 我呢 就是 当时被醒了之后 就是咱们都睁眼了之后 金子涵开空店 然后呢 我就开始看着她 我说是什么 我已经给我 你已经不行了 眼神交汇 对吧 但是呢我觉得这没什么 大家可能都会互相看一看 但我觉得她的发言很有问题 就直接把矛头指向我 一开始你旁边那位都嗝了 你还说 对吧 觉得这个人 敢了之后 不行了 说不了了 换一个人针对吧 然后针对我 那也就是说现在如果说 我们这里面有狼出去了的话 那就 如果游戏没接触 就说明没有两个狼 肯定 要么还有两笔在场上 要么还就剩一个 对吧 我感觉你就是那匹狼 你就是那匹月光下的恶狼 就是盯着我们这个 得谁咬谁 因为可能你的队友已经被狗走了 没准就是被猎人带走的这一位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现在我确实是个有身份的人 但是这个身份 我也不能亮给你 我得保护我自己 好 下一位 我感觉狼人就应该是说 这俩死了 你俩死了 对吧 他也死了 你不会是狼人吧 你不会是狼人吧 不玩了 然后我的直觉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真的第一次玩 然后玩 我觉得我的直觉 我只能靠直觉说话 直觉就是说是 场上还有两个狼的感觉 三 二 一 走 许子音两票 小金两票 比赛 我就是第一次玩 然后我就是个小白 对 我是清白的 首先我是一个平民级平民以上的身份 然后如果分析一下场上还有两匹狼 如果他跳的预演家是真的 你的猎人也是真的的情况下 我们还继续 要么情况下他是狼人 场上还剩一匹狼 要么的情况下 就场上还有两匹狼人 我们还剩一个女巫和平民 你是不是高端玩家掉入了低端局 不是 我属于就是在高端玩家里面 就是被虐得体无完肤 但是在低端里面 突然就是拥有了那种掌控全世界的感觉 对 我是清白的 然后我还可以给你们理智分析一下 如果留我的话 投票 三 二 一 然后许子音下 游戏继续 天黑请闭眼 老人请睁眼 老人请闭眼 老人请杀人 老人请闭眼 愿家请睁眼 愿家请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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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巫请睁眼 女巫请使用你的药 好 用吗 用吗 比如请闭眼 烈人请睁眼 烈人请睁眼 烈人请闭眼 天亮了 好 狼人获胜 好 狼人获胜 谁杀谁的 她杀了你 我想给你每个表演的环节 她跟我 我都不想 你怎么那么坏 我在这样 我在这样 我是老人 我是渭眼 感觉才摸清楚这个游戏的套路 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一路陪伴我们到现在这里 然后我们也很爱你们 然后我们大家也都很好 就是说是爱你们 晚安 真不错 感谢青春制作人们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记得一定不要熬夜 晚安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多多关注我们 晚安 爱你们 记得盖好被子 不要受了 晚安 拜拜 哈喽各位青春制作人们 我们也一起相处了 快半年了 马上就要总决赛了 我们一起加油吧 我们舞台上离开 现在要去睡觉了 晚安 晚安 亲爱的自己 晚安 青春制作人们辛苦了 然后记得早睡早起 要多多休息 然后呢 我也会注意自己 不会熬夜 照顾好自己 晚安 冷静 晚安 晚安 墙 总 '. 晚安 几个 休闪